也可以不给他 OK 所以呢我们基本上只要三个参数 那这三个参数分别给他什么呢 我们刚刚的指 第1个RAN 就是说呢 利率的部分 那特别注意 利率的部分呢 我们是给的是什么呢 给的年利率 可是这里要给的是月利率 应该是算几个月嘛 对不对 再来的话年 Z的话呢 必须要乘以12为什么呢 因为是算月嘛 我输了是年 所以这个地方都是用月来做计算 再来的话呢 第三个参数是PV 那PV因为我跟银行借 所以你会发现是负的 OK 那后面两个参数没有没有关系 那最后的话呢 我前面加上什么 INT 这个是做什么呢 转换为整数 不过呢 这个应者有个特色 如果你有小数点的话 他会 无条件 舍去 就没有小数点 小数点自动帮你把他舍掉 OK 这个INT的话呢 就是把无条件 舍去小数点 好那最后的结果呢 就是我们每月偿还金额 再来的话呢 利息偿还的部分的话呢 我们这个地方 再把这个地方 这个 这一行是 多余的 INT 配 可以买 可以 这个也是已经 似舍无路 所以这一行应该多余 OK那最后的话呢 我每个月应该要偿还的金额的话呢 就是把 这个地方 X 那 其实就可以 这边有需要一个X 那就把这个 这个前面买配的部分呢 最后把他丢给 A A是要输出的 所以这里 这里 X 其实这个INT 因为已经是似舍无路了 所以这个INT 不需要再多加 不然的话 转的 整数又再转一次 等于是多余的 然后再把这个买配的部分呢 再 把它丢给X 丢给X之后的话呢 我们再乘上 他应该有的 这个利率 这个乘以12 因为我们这个偿还 每个月长官乘以12的话 就是年